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王屋 这些年行走于台湾各地的都会和村落 感觉得到随着社会的发展 农村渐渐的消失 王屋的周边各种都市化的迹象纷纷浮现 从前附近大都是农地和少数的工厂 现在是快速道路大卖场 高楼大厦 一阵热络的招呼和许多美食温暖了回乡人的心 让我也有回到乡下老家的感觉 亲切的眼神 熟悉的乡音 我可以了解老王为何对这里有着深深的依赖 这里有一个可以让他疗伤止痛的怀抱 这力量可以让他充满斗志 我想这是现代人最需要的 尤其是在外打拼的人 趁着空档拉着老王一起去宗祠拍照 这一路就听他说着小时候的情况 小土沟里可以摸田螺和棒贝 最厉害的是迎面而来擦身而过的每一个人都和他亲切地聊了起来 因为这里的人不是王先生就是王小姐或者是王妈妈 直怀堂建于咸丰年间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 据说是因王室祖先于汉朝为五金博士 因此屋脊上见有厌尾 古屋里走廊四通八达 整修过的大厅焕然一新 屋檐上鲜艳的色彩阳光下更为醒目 屋脚和砖造并存的厢房至今仍有子孙居住 王先生带着我在直怀堂周边穿梭着 虽然他的解说并不专业 有时听起来还会觉得有些淋淋辣辣 但是说到祖先的事迹 可以感觉到目光中露出一些骄傲的眼神 午后到田里走走 辛勤的大嫂种了许多当季的蔬果 慵懒的阳光下透出鲜绿的光影 菜叶上小虫留下的记号是安心的保证 沿袭着传统的原始耕种方式 不但能自己自足 还可以亲友分享甜美的收获 没有亮丽的外表 却有着最原始的美味 游走于绿色的迷宫 空气中飘着淡淡的泥土味 我忘情于周遭的田园景之中 久久无法自拔 该回家了 外出的游子 明天的气力已经准备好了 后车厢里有活鱼 有线采青菜汉堡石的芭蕉 今夜入梦的 是那竹林汉月池前摇摆金黄的稻浪 还有那奔跑于田梗上 嬉戏中欢愉的童颜 凭镇王屋一日游真精彩 谢谢您的收看 下个影片再见了